今天我們來到什麼呢? STEM教育博覽會2022 哇這件事 講了幾年了 傾巢而出 每個人都出現了 大神級 這些 這班就是教育局的大神級 全部都是好朋友 局長來了 局長來了 老官家局長 特朗光 陳野希在這 他打個招呼 他打個招呼 拍一張照片 拍一張照片 班長場合 我們學校的星之子 陳野希先生 今天我們參加這個 叫做 STEM教育博覽會 STEM教育博覽會2022 由教育局主辦 並且得到國家重點實驗室 本地專上院校 學校議會 專業團體 非政府組織 以及其他政府部門 打力支持 博覽會以激發創意思維 推動科技創新為主題 通過展示 和表揚學生 綜合應用科學科知識 和技能界學習成果 和分享學校推薦 STEM教育的經驗 接下來我們會 首先邀請來到台上 教育局局長 蔡若蓮博士 JP 為我們指歡迎池 掌聲歡迎 謝謝 很開心出席今天 STEM教育博覽會2022的開幕禮 和大家一起在線上線下聚首一堂 鼓勵有志於STEM教育範疇發展的同學 從小打好基礎 在高中階段繼續修讀和科學科技相關的科目 日後銜接尊上的時候 亦都是在STEM相關專科深掃 成為科研創新的心力軍 分享學校在推展STEM教育的經驗 讓參展和參觀展覽的同學 通過互相觀望學習 掌握更多綜合應用科學科 STEM的知識和技能 也要感謝我們的老師悉心指導 在這裏祝願所有的同學 學有所成 進展所長 為我們的國家和人類社會的進步作出貢獻 最後祝各位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多謝大家 謝謝科學長 深圳市教育科學研究院 中小學科技創新教育基地主任 黃埃華先生 通過陸像的方式和我們分享一下 深圳市STEM教育的發展 很高興參加香港STEM教育博覽會2022 國警代表深圳市的中小學科創教育工作者 對本次博覽會的召開表示祝賀 並且預祝大會取得圓滿的成功 普通高中新課程新教材實施 我們的特殊教育 肩負著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高質量發展 城市範例的重要使命 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核心 是育人質量的提升 對此深圳教育高度重視 STEM教育的推進和學生創新能力的 非常感謝黃主任的分享 聽完黃主任的分享和看完影片 相信大家對於深圳市STEM教育的發展 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好了我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我們一起倒數和讀出我們的主題 剛才嘉賓都可以準備好了 我們一起倒數了 準備 3 2 1 激發創意思維 香港科技創新 教育科藍會正式展開 好了今天他會在我們的座談會裏 和大家分享過 貴為我們香港第一位的星之子 他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啟發 給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和我們的中小學生 我們以前 人工智能 實在是進入這個數學 因為我們叫做 人工智能是一個軟素 經過不同的游離層 或輻射的東西 接著呢 就去到空間 你要知道空間的天氣是怎樣的 所以呢 然後呢 漲漲的時候是怎樣的呢 我們又要轉一個角度 將我們的思維由太空回到陸地了 怎樣能夠展示 STEAM 在這個研究裡面的各個領域的關係呢 剛剛說了STE 大家都會知道是什麼 A呢 袁教授解釋為 這個 Divisal Intelligence 我呢 就有另一個解釋 我就解釋成為 Liberal Art 是人民的素養 如果資訊科技 太空科技等等 二十一世紀 也是 生物科技 的年代 生物科技 最關鍵的 就是基因 當我們了解了我們的基因之後 我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現在 今天我們 不只是研究一個基因 甚至是整個 新聞裏面的基因組一起研究 其實我們也跟其他地區合作的 所以美國農業部的朋友 都邀請我們一起合作 去研究了美國農業部的大豆 和他們的栽培大豆 參與基因組 這就是希望的種子 他們希望我們的種子 可以在當地 香港大豆 是南菲和巴基斯坦 都做的 有好題和提問 但是更加重要是 需要做一個明面審思 不是人運益運的過程 最後我們要實踐和堅持 如果我們放棄的話 我們其實都是只有想著 反向對本來為止 謝謝大家 好正 謝謝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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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好 以後下來 就把時間交給 謝謝麥先生 為我們支持這個環節 有請 當時回到香港 一個感覺 就是我們是開芳芽 因為當時香港 我們覺得 沒有任何多言 在技術方面 在公眾方面 都是很低的 從我學習的時候 去到創業的時候 其實我還記得 在中學的時候 十幾年前 其實那時候 大家都仍然有 STEM教育 這件事 但是其實 我自己本身 讀書的成績 本身不是很好 但是通過參加我很多 這些活動和比賽 其實已經是開展 走這個STEM的一條路 我請了六個中學的老師 那他們 還沒有進入任何位 我請了他們 就幫我們教學 因為其實很缺 這方面的工作 謝謝麥教授 我現在計時 我怕超過一段時間 其實剛才有兩位教授 或者剛才的蔡校長的分享 其實都 我想說了很多 在推動的時候 一些困難 一些方法原理 走多兩年之後 Kell Jack剛剛有說 他有一個 Golf Mindset 和STEM的關係 我開始想 其實這兩件事 其實是否可以走在一起的 其實在背後的理念 或者一些soft skills 或者一些價值觀上面 其實很多東西都相似 有很多科技的創業單 第一個就是媒體成績 就是看看你有沒有 這個 經驗的精神 有沒有一個學習的能力 解藍的能力 以及一個scientific thinking 因為做研發的東西 其實可能 你不真的有個興趣 有個心機去做的時候 你可能花了很多時間 你都是停留在原地達布 共有36所的小學 和39所的中學 參與線上展覽 圍繞著自動化設計 人工智能 大數據 可持續發展 和智慧生活等等的課題 除了有本地的學校參與之外 亦有來自深圳的兩所學校參展 好了 接下來我們會順次 由童獎開始 好了 接下來我們會頒發中學組的銀獎 我們一起看看獎名單 接下來我們會邀請陳奕希先生 而舞台上為我們頒發獎項的掌聲歡迎 中華基督教會 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 燕京書院 長山環天主教中學 青年會書院 孫道會 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色色園主辦 海語中學的海語小學 潔森林炳艷中學 梁式之書院 有請各位的代表 亦都給掌聲 恭賀我們一眾中學組的銀獎得主 好了 我們請陳奕希先生 在我們得獎代表的中間 一起拍一張合照 香港自來成為國際的創科中心 真的很希望可以由小花錢培育 未來的創科人才 透過今次的STEM教育博覽會 希望都可以啟發更多的年青一代 去探索 在創科方面的發展和學習 好 再一次恭喜各位清晨先生 在這裡也想借大家的掌聲 再一次多謝各個機構 對於STEM教育博覽會 以來意義的支持 給掌聲多謝我們的機構們 多謝你們 在這裡也會多謝各位 對於今天活動的支持 和出席參與 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見面 Thank you Hello 現在拍片了 下班 離開這個叫做 現在上班 現在上班 我們離開這個科學館 這樣 這樣 我們在這裡也會有 下班 航班